风云无际漠然 没有理会突然变得暴躁起来的破魔 静静地思考着 回想着自身所有可能让太玄顾忌的东西 回想来去 依然只有一门九转生死玄公 将两人联系起来 莫非太玄惧怕的乃是我身怀的九转生死玄公 但不可能啊 我俩同东同园 九转生死玄公对付别人或许还有有效 但对付这个境界比我还高的人几乎可以忽略了 到底是什么地方 我没有想到呢 风云无际心中想着 沙漠表面都如煮沸的水 一处处的沙尘破地而出 抱起数百丈之高 如同喷出地面的喷泉 天空电光闪烁 整个空间都震动起来 天地时亮时暗 一股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息充斥着整个天地 沙力表层下 涌出的黑气越来越多了 天空突然密密麻麻地降下了数万道雷霆 如雨般的雷霆轰击在沙漠表面 激起了一片片运阴不散的沙漠 至少数百道雷霆轰在了风云无际与破魔体外那黑色的圆球上 整个圆球剧烈的波动起来 破魔的脸色接连数遍 地底深处一阵沉闷的声响传来 似乎有什么庞然巨物正从地底深处钻了出来 整个沙漠的地面都开始起伏波动起来 他要来了 破魔大好道 第160章 泰玄七世 轰隆隆隆 大地震动 天空阴暗 一道雷霆从空中划过 沙漠上空 三百丈内一挥舞缭绕 便在这沙漠中心 离风云无际等二人两千余丈处 一处地面迅速的隆起 形成一座小沙包 那小沙包不断的膨胀 附近细小的沙漠 似受到了一股极大的吸力 一片片的似水般的 吸附在那沙丘上 沙丘越长越高 越长越大 猛然 似乎膨胀到了最大 便轰的一声炸裂开来 沙漠纷飞 形成了一团方圆数百丈 晕印不散的雾气 在那雾气之中 出现一个巨大的凹痕 中心处 一身铠甲闪烁着冷冽寒气的男子 长身站立着 那人身上的铠甲 整个呈现出鞋翼的深黑色 是那种深黑中 带着血红的铠甲 远远的 一股浓烈的血腥味便冲眉而来 恍然之间 便如置身于森罗地狱之中 苍 一声清脆的刀鸣之声 那全副铠甲的人手中 一柄狭长的银刀 自掌心弹出 弹光闪烁 长刀在阴暗的天地之间 越发显得诡异 在那长刀的刀身正中 一条血线 迅速地向着刀尖延伸 那被青黑带领甲覆盖的手掌 猛然一紧 一扭 便听了长刀发出一阵 鞋翼的畅快叫声 自刀身内 一股淡淡的血雾散开 在长刀三尺范围内 晕晕不散 砰 在肩甲下 一道黑色长长的披风 舒展开来 在风中飘动 咔嚓嚓嚓 一阵阵铠甲振动的声音传来 千丈远处 那铠甲转过身来 一种强烈的视觉 冲击迎面而来 在那铠甲之下 太弦的脸露了出来 左半边的脸 如入而动 一块块肌肉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生长起来 迅速的 在那白森森的脸骨上纠结 缠绕出一块块脸肌 又在上方 结出了一张平滑的皮肤 眉毛 胡须 迅速的生长出来 一阵阵肌肉生长的声音 传到两位强者耳中 两人心中 同时觉得一阵恶寒 在铠甲的接合处 那太弦右手 白森森的腕骨 以及掌骨上 迅速的浮现出 一条条青筋 及血管 然后是血肉 原本干瘦不似人形的右手 迅速的丰满起来 只是眨眼之间 已然变得有血有肉 与常人无疑 而太弦的右手 原本还带着少许的血肉 彻底枯萎下去 完全变得半边俊尾 半边白骨森森 这种强烈的视觉冲击 配合那霸气威武的铠甲 浓烈的血腥气 更让人觉得 非常怪异而难受 怎么 我非不认识本尊了 太弦得意的声音 从铠甲里发出 脑后一头长话 迅速变得乌黑 长长的一丝丝散开 在风中飞舞起来 风云无尽没有回答 一双眼睛 却是注意到太弦 那从万甲与长甲之间 露出的微小空隙处 那白森森的骨头表面 一根根肉丝不断的生长出来 试图凝结成 一块块风凝的肌肉 但刚刚伸出了数秒不到 立即迅速的枯萎 如此反复 循环不休 怎么都不说话 露魔 你不是很狂吗 现在 本尊亲子出来见你 为什么不说话了 太弦盯着风云无际 身判的露魔 冷声道 露魔依然是抱手而立 瞥了眼太弦冷声说 沉默了这么多年 刚出来 是不是很兴奋 这么啰嗦 说个不停 要动手便动手 杀不杀得了 快得看你有没有这份功力 太弦神色一沉 一抬腿将脚 从深深的沙力中拔出 跨出沙坑 一步步的 向风云无际 与破魔走去 右手抬出 那柄狭长的银刀 发出的震撼之声 一股强大的刀意 飘扬开来 左处之处 沙力 发出一声声爆响 化为粉末 我倒要看看 你凭什么 在本尊面前张狂 受死吧 太弦抬起刀 猛然集训的一刀 便劈了出去 一道刺目的血光扑面而来 强悍的刀气将虚空撕裂 出现一条条黑缝 咔嚓 破魔在体外布出的暗黑圆罩 猛然破碎 在刀气临体之前 风云无际 以破魔的身体一挫 同时向两方弹势而去 破魔的身躯 刚刚弹出不足三丈 突然便诡异的消失在空中 风云无际 无意中瞥见 心道一声不好 右手扬出 第五剑胆已然出手 身形一飘 已然向着太弦冲去 果然 在太弦身前十丈处 破魔的身体 从虚空之中出现 只不过 这种出场的方式 却并非他的本意 哈哈哈哈 破魔 在我领域内 一切都在我控制之下 我看你们怎么跟我打 太弦狂笑道 话音未必 一刀便已重重地 劈在了破魔的胸膛上 无数道细细的血气 从太弦银刀下蹦出 如珠网般 从破魔胸膛中刀处 向四周扩散开许 破魔怒吼一声 双掌何处 夹住了太弦 批中自己的银刀 小子 快上 风云无际身体一荡 随后飘起 下一刻 已然身剑合衣 化为一道极细的乌红 哭笑着 向太弦头部刺去 一道黑色沿着银刀 向太弦身体蔓延开去 太弦恐怖的脸上 露出一个怪异的笑容 眼见风云无际劈了 头部微微转动 眼睛盯着风云无际轻声说 去吧 就在风云无际手中的第五剑胆 离太弦身体不足三寸之时 突然一顿 接着风云无际发现 虽然身躯还在全速前进 掠过一层层空间 但第五剑胆 与太弦之间的三寸的距离 却再也无法拉近了 这种感觉只持续了一瞬 随后 风云无际只觉得眼前景物变幻 下一刻 已然出现在数千丈开外 身体姿势不变 依然在空中全速飞行 而破魔与太弦 已然全部在眼前了 我的领域 我控制 太弦森然道 忽然将刀 从破魔手中抽出 再一次 一刀带着无数的幻影 穿过破魔双掌 重重地 急在破魔的胸膛上 哄 一声乍响 破魔的胸膛 炸开了一片血花 随后 被太弦的一刀 远远地震飞开去 在数千丈外 破魔稳住了身形 血红的双目中一片杀鸡 右手在胸前抹了一把 将纸端 游自新鲜的鲜血 伸进了嘴里 吸润着 眼睛冷冷地盯着太弦 你很强 领域之力果然不错 只是一招普通的刀 你居然能破了我的防 确实很强 破魔说着 胸膛上 那炸开的肌肉 便自两旁自动合拢起来 最后一丝血迹流出 破魔胸膛已然完好如初 甚至不见一丝痕迹 风云无际 瞧得心寒不已 这都是什么人呢 修的是些什么武功 肉体强得不像话呀 怕是妖魔 也没有这等恐怖吧 快点找出他的破绽 趁他现在还顾及你 不会对你出手 赶紧想对策 我只能拖得了他一时 不可能拖得太久 只要我一旦死在他手中 到时 就算你找到他破绽 以他现在的功力 也不会拒你多少 破魔的声音 如文如纳般 传至风云无际的耳中 用的是画龙点睛的传音入密 风云无际点点头 也没有回头 瞥了一眼远处 正在一步步靠近的太旋 心知 以太旋微妙的空间 掌握能力 想以二打一 根本不可能 既然不可能对他造成威胁 索性盘坐在地上 静静思考起来 事情的发展 果然如风云所料 一眼看到风云无际 盘坐在地上 太学心中 升起了一股 被藐视的感觉 但还是强忍 这股不爽的感觉 怒哼一声 一步步向破魔走去 我便让你们想 要何妨 传心入密 哼 这片空间 乃是我的领域 有什么秘密 能瞒过我 也罢 今收拾了你这个 反复无常的家伙 再将它结果了 风云无际 与破魔巨士心中一震 这才知道 领域的奥妙 远超两人想象 便在此时 太学斜斜扬起 手中的银刀 天空乌云突然压低 一道道乌黑的闪电 从云层深处批出 伸出了数十丈 便又突然消失 随后又是一道雷霆 从乌云深处批出 破魔抬头看了眼天空 脸色微变 回过头 看着太学冷声道 准备用你的成名绝学 太旋七世了吗 哼 也罢 便让我以破魔三拳 应付你的太旋七世 看看 是在你领域之中 本事到底长了几分 太旋默然 只是双手握刀 在空中舞动了几下 长刀划破虚空 锁过之处 刀痕久久不散 在空中形成一道道弧线 盘旋在太旋头顶 太旋第一势 回天 太旋长刀在空中舞动树下 随后 示弱千军的 缓缓向下批出 中途又突然变化 在短短的树刹那时间里 这个过程 重复了数百次之多 随后 太旋身体威胁 一刀重重的插入沙中 轰隆隆隆隆 天空无数的惊雷同时响起 天地忽明忽暗 如此变幻眨眼之间 随后 破魔便发现 原本半堆余地 手中长刀插入沙中的太旋 身躯突然一荡 化为了一盆青烟 消失得无眼无踪 不好 破魔心中一惊 双手相对 在胸前须对 双手之间 一道道紫光如电 在两手之间穿梭来回 同时 强大无批的神石迸射而出 横扫整个空间 闪念之间 破魔已然发现了 太旋详细的踪影 风云无际上空数百丈处 太旋一双眼睛冷若冰霜 手中握刀 从空中披露 一身衣衫烈烈作响 身后一股雷电洪流 挥入太旋的身体 在太旋脑后 一头长发 便呲呲的如蛇 舞动起来 百丈的空间 眨眼几乎 就在太旋离风云无际 不过数十丈距离时 破魔身形一动 已然化为了一道 曲折闪电 向太旋冲去 身在途中 破魔拳已然出手 一道道刺耳的锐笑声 从虚空中发出 整个空间似乎崩然欲裂 自太旋递出右拳之上 一道猙獰 若人脸的巨大黑拳 破掌而出 好混账的太旋 居然声东击西 勇气轨迹起来了 眼看风云无际 就要被这一刀记住 不死则重伤 破魔胸膛都快炸裂了 就在这时 破魔神识突然注意到 原本一直低头盘坐的风云无际 突然抬起头 左眼之中一片银白 一片淡淡的银灰 从眼中洒出 将太旋笼罩在内 下一刻 风云无际的身影诡异地消失在原地 如一阵清风般消失不见了 破魔身后 一声清脆的声音传来 风云无际的第五剑弹出手 正好刺中了虚空之中 无声无息递出的一截长刀 一股血光从长刀上闪电般地 扩散到风云无际的剑上 随后冲入风云无际体内 风云无际白色的衣袍下 突然炸开了一道道血花 血水瞬间将衣衫浸透 更有一缕缕血水从衣袍下流下 渗到脚下的沙里之中 风云无际突然狂笑起来 太旋 我终于找到破你的方法了 哈哈哈哈 那自虚空中出现的长刀 瞬间轰裂 风云无际原本盘西所做的上空 太旋身体一波 斜斜飞出 避过破魔 那威势惊人的一拳 你是怎么发现的 太旋刚一落地 便转向了风云无际冷冷到 破魔怪异的看了一眼风云无际 嘴唇动了动 又闭上了 破魔 一起上 或许我能帮上你点忙 风云无际没有理会太旋的问题 转头向着破魔说道 破魔没有多说 只是点了点头 随后二话不说 立刻八十一月初 在身前数十丈处落下 再一跃起 又是数十丈外落下 脚下一点 再次跃出 三次之后 破魔的身形 已然化为一条虚影 模糊不可辨认 第十四落地弹起之后 破魔的身体 在空中带出了一串 越来越淡的虚影后 便整个消失在虚空之中 身后 风云无际的右手一伸 掌中一柄通体晶莹的长剑赫然成形 但听一阵嗡嗡的剑鸣 一股强烈的剑一飘洒开来 紧接着 从风云无际左右两侧 各出现三柄相同的气剑 六柄气剑出现在虚空之中 风云无际的额头 已然现出了汗气 脸色有些苍白 这六柄剑 每一柄剑都是御剑之术 数百万柄长剑合体之后打造的 威力比之原来 其中差别 不可以道理计 风云无际身后 一声轻悦的剑鸣 一道乌虹 从身后蹦出 在虚空中 划出一抹弧线 远一远地展向太旋 风云无际脚下一点 已然带着六柄气剑 飘摇着 电射向太旋 太旋第二世 太旋的眼中一片森人 长鹤一声 背后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影 那黑影高达数十丈之高 那黑影朴一出现 便大踏步地冲向太旋 一阵当郎的声音 从黑影的脚下传了出来